作者 耳根 眼波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244集 梯宗 王林微微一笑 说道 前辈 七年未见 风采一跤啊 老头脸上古怪之色更浓 盯着王林看了许久 这才叹了口气 眼中居然罕见地露出一丝赞赏 说道 化烦 你居然真的化烦了 王林从小锅中拿起酒壶 倒满一杯 喝下后说道 晚辈只是在凡人之中挣扎而已 哪有前辈游戏人间来的自在 老头深深地呼了一口气 抢过酒壶 为自己倒了一杯 说道 老夫生平所见化神修士无数 但能六年就做到化烦者 嘿嘿 你是第一个 王林也不说话 心境没有任何起伏 只是微微一笑 看向细子说唱 老头直勾勾勾勾地看着王林 许久之后 眼中赞赏之色更浓 说道 嗯 并非皮肉 想不起来了 王林认真地看了老头一眼 笑道 前辈慢慢看戏吧 晚辈告辞 说着呀 他拿起酒壶起身 离开了客栈 那老头一睁啊 随即双眼冒光 喃喃自语道 有意思 王林拎着酒壶啊 慢吞吞地走在街道上 踩着脚下的落叶 挥到了店铺 打开店铺门后 走了进去 他前脚刚一迈进 老头那猥亵的声音 便传了过来 不错 原来你这六年 就是在这里化繁的 老头不知何时啊 出现在王林身后 随着他走了进来 四周打量一番 双眼渐渐露出惊讶之色 王林对于老头的出现 没有露出任何意外 而是坐在一旁 喝着酒 看着对方 蛟龙 火珠 天鹰兽 中骨 八爪刀兽 狄伦 嗯 你这小伙子不错嘛 休魔海的绝大部分 妖兽 居然都被你搬来了 老者越看呢 眼中惊讶之色 便越浓 最后目光 默然一扫 落在了店铺内 角落中的一个木框上 右手一招 那木框之中的木雕啊 顿时一一飞出 这些木雕啊 都是半成品 老头在看到这些 半成品的瞬间 忽然 目光变得凝重起来 仔细一一看去 最终深吸口气 望着王林 缓缓说道 我真是小看你了 没想到 你居然有如此精力 这些化神器修士 以及妖兽 若非你亲身与之搏杀 断然不可能雕刻得 如此神似 王林微微一笑 也不说话 只是安静地喝着酒 仿佛对方所说的一切 与他没有半点关系一般 沉吟少许 这老头把手中的雕像放下 望着王林 说道 你叫什么名字 王林 王林淡淡地说道 老头点了点头 右手一挥 顿时整个人呢 漠然间气质全变 从一个龌龊的老家伙 瞬间便危言起来 整个人虽说身体上没有散出任何灵力的危言 但却有种仿若大海般的深不可测 王林体内灵力牵引之下 目光顿时闪烁亮芒 这老者在现在的一刻呀 其修为 王林看不透 只是这亮芒 微微一闪后 便平淡下来 王林喝了一口酒 说道 前辈 晚辈这茅屋 实在经不起折腾 您老 还是收收吧 老头轻横一声 说道 小子 体会一下 这就是意境 说着 他全身气息 漠然一动 顿时一股肆虐狂暴之感 笼罩整个店铺 但却颇为神奇的 没有损害店铺的一砖一网 并且没有半点流露出去 在这一刻呀 店铺内外 仿佛是被一刀两断的 两个世界一般 这肆虐狂暴的气息 弥漫四周 王林的身体 不由自主地爆发出 强劲的灵力 与之抵抗 这一时啊 他的灵力几乎刚一流动 便立刻被这肆虐狂暴的气息 所以 居然在瞬间 便被这狂暴同化 变得疯狂起来 在这疯狂之下 王林双目 露出一丝骇然之色 他体内的灵力 居然不受控制 甚至 还有一种感觉 即便是自己的原因 也在这一刻 生生地被对方 这狂暴的气息同化 仿佛在这一瞬间呢 自己修炼四百多年 辛辛苦苦的一切 都在这一刻 变成了对方攻击自己的法术 这就是老夫的 老夫的癫狂之境 老夫当年便是以此意境化神 在这意境之下 所有的灵力都将被意境同化 任由老夫控制 老头的声音中啊 透出一丝疯狂 看了王林一眼后 意境顿时消散 仿佛从来没有出现过一般 在这短短的几夕时间呢 王林已然出了一身冷汗 他深吸口气 右手有些哆嗦 拿起酒壶 狠狠地喝了一大口 许久之后 他体内灵力 才渐渐平复下来 为何我以前遇到的化神修士 没有这种意境的感觉呢 王林沉默片刻 说道 老头一睁 挠了挠头 尴尬地说道 这个 我忘记了 我刚才虽说 已经控制了修为 但也是以应变期 来催动意境 所以这个威力嘛 有一点大了 实际上化神器修士 是不可能施展出 如此意境的 只是在法术神通中 带一些罢了 不好意思啊 王林苦笑地看了老头一眼 内心喃喃自语道 意境 这就是意境 老头眼睛一转 脸上露出一副贼眉鼠眼的样子 低声说道 利用化繁 来感受 个人的意境 通过意境 使得最终突破原因 达到化神 这是每一个修士 在想要突破原因时 都需要经历的过程 小华子 要不要体会一下 别人的意境 这对你 可是大有好处啊 王林目光一闪 要知道 体会其他化神器的意境 这种事情 虽说具备一定的危险性 但好处 却是极大的 他望着老者 并没有马上同意 而是缓缓说道 我要付出什么代价 老头眼睛一眯 一拍胸脯 说道 代价 没有任何代价 有老夫我保护你 在这四级修真国 咱们横着走都行 没事 王林没有说话 只是沉默地望着老者 渐渐地 老头尴尬地挠了挠头 说道 这个 我看你的这些雕像不错 这个 好 全部都给你 王林果断地说道 老头眼睛一翻 略有恼怒 一拍胸脯 说道 哼 我要你这些低级法宝干什么 这里面就那些半成品 还有些看头 但我也要之无用 这样 我就直接说了 那 你看我这么英军潇洒 英明神武 英气逼人 难道你就不心动 你就不认为我是一个非常适合以我的样子做成木雕的人选吗 这老头刚说时啊 上海有些脸红 但说到最后啊 却是激动起来 胸脯拍得啪啪直响 王林争了一下 点头说道 可以 不过 我现在修为不够 要等化神之后 才能把你的木雕 做得完美一些 老头立刻高兴起来 连连说道 不着急不着急 你一定要把我最完美的一面雕刻出来 对了 我要裸体的雕刻 你一定要把我雕刻的完美一些啊 这样吧 多做几个 一百个 就一百个了 老头心里美滋滋的呀 按道 自己以后再去青楼啊 或者遇到美女之时 便送上自己的雕像 这样一来 这些美女们啊 定然会记自己一辈子 尤其是想到啊 那些美女怀里抱住自己的木雕 眼中露出丝丝媚态的一幕幕后 老头顿时兴奋起来 越看王林越是睡眠 大手一抓 顿时啊 抓着王林的身子一动 二人消失在店铺之内 出现时啊 已然在了京都十万里之外的云层半空中 王林神识一走 顿时内心骇人 他粗略估计 这一个瞬移便是十万里 这种修为已然骇人听闻 令他有种毛骨悚然之感 要知道 即便是原因后期 单纯依靠自身修为瞬移 也只有千里罢了 虽说王林不知修为达到化神后 顺移可以多远 但显然呢 绝对不可能是十万里 王林分析 即便是应变其修士 他是也不大可能轻描淡写的顺移出十万里 而且最重要的 这老头啊 并未独自 而是带着自己一块瞬移 如此一来 他内心对这老头忌惮更深 那老头此时啊 气喘吁吁 瞬移十万里 对于他来说 也是不小的负担 只是一看到王林满脸震惊之色 他便立刻得意地抬起下巴 装出一副感慨的样子 说道 哎呀 年纪大了 身子骨也差了不少 这顺移一次 才区区十万多里 哎呀 真是羞愧呀 这老头口中啊 虽然这么说 但即便是一个弱贯凡人 也能看出他脸上 那浓郁的得意之色 王林沉默不语 许久之后 老头喘着粗气 脸上得意之色 渐渐消失 恼怒道 小子 你以前可是见过 顺移这么远的吗 没有 王林如实说道 那你看见我老人家这么厉害 连个屁也不放 老头眼睛一瞪啊 心到自己费了这么大劲 几乎把去青楼 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 你这小子 居然一点反应没有 王林古怪地看了老头一眼 说道 前辈的修为 实乃晚辈生平仅见 在下佩服 老头轻哼一声啊 吹嘘道 嗯 有机会 我带你顺一个百万里 让你见识见识 说完呢 他一直远处虚空 又道 那儿就是白云宗 走吧 老夫带你踢宗去 王林迟疑了一下 看了看老头 说道 前辈 我们就这么过去 老头右手一翻 手中立刻多了两顶草帽 扔给王林一个 说道 在头上 除非修为比你高出两个阶位 否则 无法看出样子 这可是我多年的存货 哎对了 你用完了可得还我 王林接过草帽 神识一扫 立刻内心一震 这草帽看似平凡 但实则却另有乾坤 他神识一扫间 便发现了其内 蕴含了无数个阵法 这些阵法的精妙程度 使他从未见过 比这那些上古尽致 也丝毫不差 这还仅仅是边缘之位的阵法 至于中兴位置 以王林的神识 无法短时间内 推探而入 他心地一动 打定主意 这草帽 说什么也不还回去了 大不了 多做几个木雕就是了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仙力》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